請教佩芬姐姐 非常類似2015年的國民黨 而且蔡英文的處境非常類似馬英九 那你怎麼觀察這樣的政治氛圍 其實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一次國民黨 是不是國民黨的那個翻版 未必啦 就是不是國民黨勝利 可是是討厭民進黨的勝利 對 因為你拿到選票的數量 就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我覺得大家講了半天 事實上我覺得這些人講這些話 都是為了討好蔡英文 你不管說蘇貞昌在立法院那種表現 但是大家不要忘掉就是說 外媒 外國媒體說是因為 就親中派的勝利 我覺得那個也是錯誤的 那是錯誤 因為 這場選舉我認為更精準的定義是 對民進黨內政的不滿 而且所謂的內政就是 當然也牽扯到 比如說他抗中保台 你要保台就是內政 可是你現在變成說抗中 現在是主戰派 你看那個蘇貞昌每天拿著那個 撞球桿 然後喊打喊殺的樣子 打到最後哨把 可是你從南到北 你知道嗎 今天選啊 從南到北 百公百業 通通有反應嘛 而且我知道我碰過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跟我說 他說我只是要做一個過好日子 平平安安的過日子而已 可是你今天主戰的時候 年輕孩子你要延長兵役 他的家長都不會滿意 所以他最後就說高虹安被打成那樣 那年輕人就說 我就碰到一個年輕媽媽就跟我說 我兒子他們就是要投高虹安 因為你們這些大人都亂七八糟這樣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蘇貞昌給老百姓的厭惡感 不輸給陳時中的後來的仇恨子 你知道我也接到一些就是說 蔡英文的狂熱支持者 他們把這次輸掉 他們分做三種 第一種就是這些年金被改的這些公務員 第二個是什麼 49年1949移民到台灣這些逃難者 怕死鬼 然後家長家裡面很多人都在美國 第三個是碰到信講的就投這個叫做奴信 奴才性格 我覺得這種就是自我安慰 而且我們上次有講就是說 馬英九那個時候就說 他自念你知道嗎 他聽不見真話 然後也看不到真的那個社會的現象 我那個時候有批評過馬英九的政府的團隊 執政傲慢跟知識傲慢 因為都是博士嘛 但是你知道這個蘇貞昌的團隊 他的執政傲慢更勝過那個 你看他這樣罵那些立法委員 我想主持人最恨 就這個畫面啊 他罵那個洪孟太 然後說你媽媽郭樹春都不會這樣跟我講話 他那種話就是典型的台灣老人 以老賣老 意思就是說你是我兒子輩 你跟我講話給我立正帳號 因為我是你媽媽輩 可是這更凸顯一個 莫名其妙你一個老頭子沒有世代交替 反而國民黨世代交替了 反而國民黨的老人退了 然後換上來的這個洪孟凱 我不知道他幾歲 他可能是40歲附近 他確實是蘇貞昌的兒子的年紀一輩份了 然後反而你民進黨變成一個老人黨 然後國民黨在世代交替 所以你一個老人教訓一個年輕人 教訓到沒有話講的時候 講道理講蘇人家的時候就會說 你媽媽都不敢這樣跟他講話 蘇貞昌就講這句話 我們通常當小孩子的被大人練這個就是 你就說輸我 你只能說 你媽媽不敢這樣跟他講話 莫名其妙 然後罵正義文明更小 你知道你知道 你是什麼 你輸給人家29萬票 去做行政院長 你還去罵一個立法委員 我覺得這種真的是 執政傲慢到已經 不可言喻的地步 然後我那個時候最後有講 我覺得蘇貞昌真的在斥定 蔡英文跟民進黨 就是說蔡英文在第二任選舉 特別是2018年慘敗之後 他本來因書是很不合的 他把蘇貞昌請來當行政院長 自此蘇貞昌的任期就到這裡了 然後選林他也是院長 選蘇他也是院長 所以民進黨那也沒有能力換掉他 剛剛講了 換了也不知道換誰 換狀況外的也沒有辦法 處理招待所跟黑道 所以就繼續用 蔡英文也繼續用 那就是準備用到政黨輪替 可是這是某種程度的悲哀 我剛剛講這個畫面 就是國民黨在世代交替 然後民進黨一個老人在宜老賣老 而且那個賣老 唯一能說的就是 你們母親不敢這樣跟他說話 我用台語說就比你蘇貞昌說得比較到底 而且你知道嗎 社會現象已經亂成這樣 治安的問題 包括那些黑道猖狂 你知道嗎 他已經不當一回事 所以這次你看司法已經出動動手去修理林之廟 林之廟還是高票當選 修理高宏安 高宏安照樣當選 所以你國家的機器 它的公信力已經沒有了 然後如果說蔡英文 我覺得她留蘇貞昌是為了保他自己 蘇貞昌是她的防火槍 對 打子彈用的 所以我覺得她是為了保他自己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保自己 然後政權丟掉的話 你是把政黨整個民進黨丟掉 你知道台灣坦白說 很多人真的是寄望民進黨 因為國民黨其實那麼多年 百年老黨很多腐敗的問題 可是你寄望的一個黨變成這個樣子的話 也是很嚴重 那你說老百姓沒有被洗腦 當然有啊 你比如說克綱也改了 中國的可惡也有了 可是你不要去 不要去真的去每天去兜 兜他 那你說這個蘇貞昌 而且最近傳出他女兒去飆那些東西 你問題自己搞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還要繼續做 輸成這樣 其實坦白說 真的輸得很難看 我認為新北市輸成這樣 蘇系沒有在認真跑 但是就我的理解 我跟民黨內派系也沒關係 但我知道蘇貞昌 蘇系在新北的地盤很大 但是我就剛剛講了嘛 一年多後我們來看 到時候有多少立委生存下來 我看你到時候怎麼選立委 你剛剛有問羅委員 你知道我其實蠻同情他們的 你知道 我現在講的話 某種程度還幫他們代言 2015年的時候馬英九自念 所以你知道國民黨本來有12席立委 結果輸的剩2席 然後實習全部被民進黨拿去 那你說下一次到2024的時候 民進黨會不會又翻過來 就像當初國民黨一樣 我那我會啊 就是說你如果說真的 而且不爽蘇貞昌的 很容易在新北市的蘇系立委裡頭 直接不爽不要投 我引用吳秉瑞的話 大家如果不知道誰是蘇系立委 自己Google 對 就不爽不要投 吳秉瑞都叫你不要投了 你還去投 你莫名其妙 大家說黑道 你知道國民黨當初李登輝那個時代 為什麼會真的政黨輪替 那一次真的國民黨真的被嚇到 可是李遠哲站出來就是說黑金治國 整個國民黨就翻掉 你知道這一次選舉 坦白說 我覺得蔡英文他們應該是信心滿滿 因為黨政軍權現在在手上 所有的媒體95%是挺他的 可是不要忘掉 1999年那個時候 國民黨黨政軍警特全部在手上 而且所有的媒體企業全部 什麼金融機構都是國民黨的 都是國民黨的 照樣可以吃敗仗 就輸得光光的 那表示台灣政治在進步 這是全民的進步 任何條掰的政黨跟政治人物都可以下架 對 而且李登輝那個時候聲望真的很高 不只國民黨捧他 民進黨也捧他 可是就輸就輸掉了 所以我覺得台灣其實走民主這條路 其實已經滿不錯了 就是說整個社會其實是有一股很大的政治能量 它事實上是可以制衡權力的傲慢 我們稍後回來